刘风和小平小战分别后 再见面已经是十年后了 05年刘风生了一场大病 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 细心照料 才捡回一条命 他们没有结婚 也都没有子女 他们相依为命 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 我是在2016年春天 孩子的婚礼上 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 不由暗自感叹 一代人的芳华一世 面目全非 虽然他们谈笑如故 但是不能看出岁月 对每个人的改变 和难掩的失落 倒是刘风和小平 显得更知足 话虽不多 却待人温和 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 我们老去的样子 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 美丽的花 那是青春 江湿蓝天 年华儿的月boy 灵溪 天使人 布丽的月尚大 湖湖 天使人 河 天使人 月尚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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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路芬芳满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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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芬芳满山羊